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標股俱樂部 我是顧德頭顧總顧問 湯素葛 湯老師 三位四位 今天台北股市最低的時候跌75點 拉回滿深的 最高的時候漲13點 瘦盤跌39點 時間點來到春天三月份了 淡淡的三月天 台北股市好像漲不太動了 春天怎麼會那麼冷 高票不得走 太黑了 最低竟然跌75點 老師 跟他做空了 老師 行情結束了 老師 漲不動了 老師 春天怎麼會那麼冷 我還是要加強加強你的所謂的 一個觀念的問題 這個大盤走得很健康 這個大盤 它是強勢的走勢 聽了懂就聽了懂 聽不懂的人會覺得 這個盤好像蓋不動了 糾得要吐不去 還要結束了 現在開始太黑了 今天才跌39點 很多人逼逼不知所措 來 這本書叫做葵花寶典 小弟寫的書 從頭到尾都是我寫的 重點是裡面 這個大盤還是一樣強勢的走勢 這本書技術分析 學會技術分析不用內線 我會賺到大錢 這是為什麼要學技術分析 裡面我在上禮拜我連續跟你談了 兩次的所謂的均線理論對不對 鬼花寶裡面的均線理論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台北股市還是強勢的走勢 來 我們先看一下 技術線型來看 我們進電腦看 你會發現它沿著兩條線 上禮拜跟你談什麼 它均線全面線的翻多 五日線 十日線 月線 季線 全面都是翻多的 最上面那兩條線看到沒有 黃色的 再下面一條綠色的 那叫做五日線跟十日線 你會看這兩條線 它就是多頭的走勢 而且是強勢的走勢 那應該怎麼操作 來 我們一步一趨 我們看一下葵花寶典裡面怎麼講的 來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站支均線部 那均線部裡面它就跟你談理論 裡面就跟你談到五日線跟十日線 來這裡 那我們首先要建立觀念 那什麼觀念 操作 操作股票 我跟你講 股票就是四個字 觀念 趨勢 操作的觀念你一定要有 觀念一通財運衡同 觀念一通半步輪移之天下 那我們先從均線理論來看 葵花寶典要建立一個基本的觀念 除了季線以外 前面是談季線 後面我跟你講 五日線跟十日線要怎麼看 建立一個均線的操作的觀念 來 五日線 十日線 那這五日線 十日線要怎麼看 它走勢是比較斜律 會比較陡峭 它是一旦趨勢成型 你先看總季線 季線它趨勢到底是往上還是往下 趨勢是往上還是往下 剛剛跟你講過了 季線是往怎樣 往上 趨勢是往上 那既然是往上之後 五日線跟十日線要怎麼看呢 觀念來看 一旦趨勢成型 那季線目前來看是趨勢往上 沿著這兩條均線來說的操作 屬於什麼 強勢的一個走勢 沿下之下 我剛剛給你看五日線 十日線 趨勢線 季線是往上 那五日線 十日線也是往上 那既然如此 它就屬於強勢的走勢 這是我不斷提醒你 台北股市不會拉回的原因 因為它屬於強勢的走勢 沿著五日線而十日線而走 這是一個五日線跟十日線的觀念 那因為操作時間短 所以研判是多頭市場 那我不是今天來跟你談 我從它站上季線的第一天 我就跟你講它是多頭的走勢 那還記得嗎 我跟你講它站上季線的第一天 第一天我就跟你講一時多頭 一時多頭 有空翻多幾張匹吉泰 我有說嗎 時間便宜 我跟你一直講 它一直漲 一直漲 漲到三四月 老師來到三月不大會動了 雙咖行情 一個雙咖行情了 一千點 有沒有 一千點 那我也不斷提醒你 你頭也不回 你要把握當下 莫等仙 你白了少年頭 你一個一千點 你又錯失了多少賺錢的機會 來 我們剛剛看到五日線跟十日線 我們繼續看 因為操作時間短 也就是說它是沿著五日線跟十日線的走勢 它是強勢的走勢 那應該怎麼操作呢 多頭市場 那既然是多頭市場 拉回五日線 十日線 就是做多加碼買進點 拉回旗子就是做多 那個股拉回 因為它是多頭走勢 所以加碼買進 做對要加碼 做錯要停損 那賞戶通常會怎麼做 做對趕快跑 做錯加碼 所以為什麼你會賠到大錢 你為什麼成為主力的盤中孫 嘴邊這種囊中物 見閒失其焉 見不閒而內置其焉 未破兩條均線 五日線 十日線之前 大膽做多可獲利 好 這就是剛剛給你看的所謂的企劃 這個鬼花寶典裡面講的 所以你有這個觀念 觀念一通財運運通 觀念一通半步輪以至天下 所以這一路以來 棋子 我跟你講過 他一嘎 雙嘎行情 就是一千點對不對 莫等賢林 白了少年頭 從一月份到現在 再來一勝 十八年勝 氣死人 小湯飛刀力無虛發 這就是為什麼 你看一下 我敢發誓操作是真的 來 又要發誓一遍 有任何的造假 棋子會員打電話進來 你五台兵試車回家 我從頭到尾從第五勝 開始發誓到現在 十八年勝 你看看頭顧老師的功力 你要看他操作棋子 而且棋子 為什麼要看他操作棋子 因為你說股票股票股票 可能拉抬有內線對不對 你會懷疑 但是棋子有沒有內線 棋子有沒有辦法拉抬 所以他平的就是三個字 叫做真功夫 你要看頭顧老師的功力 你要看他操作棋子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有興趣的 學一學技術分析的 學會之後你可能 小湯飛刀力無虛發 重點在這裡學會技術分析 不用內線也會賺到大錢 我的理論跟實戰 全部攤在陽光下讓你看 不怕貨比 我怕你不吃貨 小湯飛刀他力無虛發 十八年勝 這已經操作將近快一倍了 這個投資報酬力一倍了 那大家都擔心的一個問題 從基本面來看 最擔心什麼 中美貿易大戰 中美貿易大戰 剛剛那個還沒講完 我們回到大盤來看 所以剛剛你可以看到出來 今天第一次跌破五日線而已 老師剛剛葵花寶典有講 五日線跟十日線之薩 叫做強勢的走勢 拉回就是做多 就如同之前你看 這一路以來 這一路以來 是不是沿著五日線 拉回是不是做多 做多做多做多 拉回就是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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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拉回呢 老師不知道 做多答對了 那大家比較擔心的就是 中美貿易大戰的問題 我講過已經步入尾聲了 那從哪裡看得出來 這次中美貿易大戰的苦煮 就是中國對不對 從上海A股來看 他已經痞疾泰來了 我在上禮拜二月份 我也跟你講了 對不對 二月份我要跟你講什麼 我說中美貿易大戰已經結束了 所以為什麼 他之前一路 中美貿易大戰最慘最慘 就是他一路空頭走勢 那他已經痞疾泰來了 他已經結束了 所以你看一下他就開始大漲 MSCI也調整他的一個權重 所以也就是說 中美貿易大戰已經結束了 你最擔心 最擔心的系統性風險 後面就會逐步的雲彈風輕 那台北股市已經雙咖行情 咖了1000點 你覺得應該怎麼做 剛剛棋子 剛剛這個葵花寶寧已經跟你講了 拉回就是做多 拉回就是做多 那個股的部分 我還是看法沒有改變 它是個股表現 不然你會覺得 半天全快點 買什麼沒半點 你要做最強的人 選對股票還是一樣不必管大牌 多投如此 空投如此 盤整如此 這句話講了三年 那你在操作個股的部分 它是中頂三離 各居一方對不對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八仙過海各顯成通 做你懂的 了解的股票 你可以破斷的操作 也可以來回的操作 我等一下示範給你看 那重點來了 這檔股票 它既然是多投 你選對股票不必管大盤 你是跟還是不跟 它又拉回在等你 盤整完畢之後 那這一根長紅棒的表態 它有攻擊量 那表示它即將開始 拉回它還在吃貨 它還在等你 你是跟還是不跟 又是會費的問題 又是會期的問題 你不要跟我講 又是中美貿易戰的問題 它已經不是問題 我剛剛跟你講過 中美貿易大戰 它已經結束 上禮拜跟你講一檔股票 我說主廚推薦 打底七個月求你上轍 他已經開始安耐不住 看到沒有 安耐不住 你要想盡辦法上次 你一定又是懷疑 你一定又是不相信 你又是千百萬個 又是大盤的問題 今天大盤收黑 你又沒有信心了 就如同當初當初 有嘴我講到沒辦法 一支股票 也是蓋牌 我說黃耀師 優群 3217 我說你要把握機會 莫登賢啊 你白了少年頭 買就對了 我會跟你講他的悄悄話 講完之後你就趕大買 這就是為什麼要參加會員的原因 後面你就一路享受好善好水 好風景老闆 我就跟你講他是破斷 他不會回頭 一旦趨勢成形他不會回頭 我開牌之後 我還是跟你講他仍然看場 再創新高 還是一樣看場 今天再創新高 你怎麼解釋 大牌已經長不動了 你覺得老漢推車了 他為什麼又創新高 回首來時銷射路 均至故鄉來 因之故鄉事 這個點 可以大買500萬的點 你為什麼不來 老師買得漂亮 買完之後一路享受好善好水 好風景的好盤 一路郭館長這樣勢如破 到今天我還是仍然看場 小心噴出 當初當初下定決心的人 他不會因為投資 影響到你的工作 銀行的生活 影響到你帶小孩 這就是你要的所謂的一個投資 而不是買了都套牢在那邊等 今天大買一個拉花 老實仔大顆 大顆小顆的大顆 大顆怎麼辦 中美貿易大戰怎麼樣 好恐怖 看好不好你又講了什麼 五十四千又跌破了 就如同當初講這檔股票 我說何關 我說小心會噴出 你上車就對了 買完之後暗表超科 我也跟你講他在等你 你上車就對了 他在等你 我二叔話給你揪 二十六號暗表超科 有看到 他今天已經噴出了看到沒有 有沒有一樣 K線有沒有一樣 他尾盤再拉上來 因為我印的時候他長到這裡 尾盤又拉上來 因為我在盤中印的資料 有一樣 君治故鄉來 英治故鄉事 我不是出家人 我也不打狂語 我說他會噴 他已經噴了一根停板 有圖 有真相 有勾訊 今天持續創新稿 握力爆了 安全來擺法的難看場 你為什麼不在車上 他已經插了一根停板 花開不同賞 花落不同杯 語文相識處 花開花落死 這是一場好山好水 好風景的好盤 真是江南好時節 落化時節又逢軍 大盤今天收黑 很多人又沒信心了 多頭搶勢搶錢 跟隊人 全軍跟進一杯酒 西出陽關 你無故人 跟對人 跟對人 是你一直不能賺錢的 正本情緣 知道 我現在也是有嘴 說得不好 你說老師 要跟他蓋牌 看不出了實力 吐槽 那這堂股票 我有沒有蓋牌 我說清豐富 貼都沒貼 清湯掛面 夠大 沒蓋牌 我沒蓋 我要賣你追過 我會打開給你試吃看看 再來參加 所以最近來找我的 都是無話可說 他只想要知道 為什麼要買清豐富 他想聽悄悄話 大買五百張五百萬 最好最漂亮的買點 我講過 我一定是給我的會員 因為我跟我的會員有 Promise 最好最漂亮的買點 我一定是給他 老師啊 買好高喔 買貴 不怕買貴 我在講一遍 買對 你不怕買貴 在買方 你會覺得買高 所以你一定會不敢買 你就後面 你就看著他一路 一路 一路 這人看我從頭到尾 我都沒看白喔 我跟你說的時候 十九塊 一路二塊 二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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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塊 二塊 三塊 二塊 二塊 六塊 三塊 今天三塊四盒 為首來時消色路 君治故鄉來 殷之故鄉是 這個臉 老師啊 買在起帳點 漂亮 你的會費到底怎麼算 而且從頭看到尾 這種電話如雪片半飛了 得不顧啊 他必有零 九鄉啊 他不怕鄉弄聲 顧得頭顧 是不是最會照顧 會員所得的頭顧 想不想賺大錢 跟對人 跟對人 跟對人是你一直不能賺錢的 正本親眼之道 剛剛講了那麼多 那我再問一遍 這檔股票你要不要 又回到原點來談 你要不要 這一檔股票 你看他還沒動 你要不要 這兩檔股票 想盡辦法上車 把我賺錢的欲望 跟七十五星 跟對人 聽完敲敲話 大買五百張五百萬 飆出去之後 老師啊 踏破鐵穴 無密處 得來他全部費工夫 進一段廣告回到現場來 買貿易 聯動產業 只要精準掌握 市場第一手訊息 只要精選標目 不為大盤掌跌 葛華在手 江山我有 寶典神功 獲利恆通 湯老師 江士林 股市投資 最佳力氣 請速播 顧得頭顧 02 2578 300 2578 300 明明 倒入水槽的藥會到哪 會從污水系統流到大自然 造成環境污染 進而影響食物鏈 最後回到我們身上 怎麼辦 五大類廢棄藥物 請送至有居家廢棄藥物檢收站 標章的醫療院所等 分類檢收才正確 廢棄藥物要檢收 分類正確愛地球 剛才江母喝了水很遠 那將幽露安顧得更好 江母如果比較重 要用加強液 好味著一塊團一塊 好味著也要報告大家 三幾號碩票幽露安 大家好 你有口臭 口臭是因為火氣大 政績家味消致丸 特別增加黃蓮解毒湯 嘴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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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草 也很好 便秘交回去 政績咖咪消致丸 有較好的雞丁油嗎 我人不關心兵兵兵兵 火山飄 消炎雞丁 四百米里歡迎就不會 有消炎 雞丁又有好 我頭痛 生理痛 一樣吃這個四百 人有書自己也贏了 我火山飄就不對 三幾火山飄 消炎雞丁 四百 過了五十 走也是問題 跑也是問題 這就是黑白人生 我每天喝貴格 葡萄湯安奶粉 這麼多的葡萄湯 永遠支持我 不幹 我只相信貴格 國軍驅趕難民入城之境 因與郭靖阻囊 未能成功 可郭靖果然烈海 勇猛無敵 放心吧 王爺 那郭靖 毫不服人生的手掌心 晚間十年頭力霜 爽爽 偶染湯 神雕俠俠旅 再重視 我們進電腦看多頭 看法還是沒有改變 沿著五日線跟十日線而走 剛剛洛洛騰講了一堆 跟你上個小課 那很清楚 既然沿著五日線 十日線而走 它就是多頭的走勢 拉回就是做多 未見場黑 它不見場黑 它是不會回頭的 而且有量有價 今天又維持在1373億 1000多億之上 它是量價配合的一個好盤 而所謂的一個 這個A股 我講過了 它已經脾氣太大 你不要想太多 那觀念的問題 你觀念一通 財運很通 技術分析又很強 你會跟湯老師一樣 十八連勝 最高紀錄五十連勝 我的紀錄 應該沒有人敢挑戰 氣死人 到底怎麼做 怎麼也不瞭解 我的會員也在看 其實會員 老師整個話都在看 旗子怎麼都不瞭解 到底是怎麼做的 很好奇對不對 小湯飛到立無須發 而且敢在全國投票面前 發誓 有任何的造假 沒有辦法成交騙人的 其實會員打電話進來 你五台幣市車回家 你的老師敢發誓嗎 你都說他大賺 狂賺 標賺 但是他自始至終 不敢發誓操作是真的 所以你在參加之前 你要叫你的老師發誓 不要發誓大賺 然後太恐怖了 太殘忍了 所以發誓操作是真的就好 像我跟湯老師一樣 如果他不敢 那麼你注意 這市場上很多造假的 有的都畢業不見了 但是市場上不見了 你只要小心 來 那為什麼棋子的操作 除了觀念的問題以外 你技術分析一定要很強 把這本書帶回家 鬼話寶典 技術分析上法 另外我們有DVD 你有興趣也可以帶回家 如果老師看書會想睡覺 來 看DVD回家 重點在這裡 學會技術分析 不用內線啦 你也18連勝 所以今天這本書有興趣 外面絕對買不到 只有固德頭固有 打電話進來該怎麼帶回家 自己洽詢一下我們的助理人員 那個股的部分 我的看法還是沒有改變 穩紮穩打 做你懂的 或許是波段 像所謂的什麼 像所謂9935 這種股票一直漲一直漲 他就是一直漲一直漲 除了一直漲 他還是一直漲 你看均線全部都翻多 不見長黑老師真的不回頭 跟大牌夜謀一樣 到底要漲到哪裡去 那個叫做喬喬化 你不是我的會員 我沒辦法跟你講 有的股票可能就是小波段的 我都會幫你規劃 調兵前將 110 那時候蓋牌 我說保瑞 上車就對了 120 當他開始發動之後 130 1307出 收起來 又打完漂亮的一仗 財富重分配 打完一仗之後 又準備再打下一仗 我們就是這樣一直規劃 一直規劃 你要只要跟上我們的一個步調 該賺哪一段 該賺哪一段 如何調兵前將 如何緊張中求勝 是我每天在做的事情 你只要手續辦完 我會帶你吹口燒上車 就如同這檔股票 你說老師還蓋牌 這檔股票是怎樣 我也是 我沒看牌 清湯掛命 老師啊 買那麼高 買那麼高 我說買對 不怕買貴 對不對 買給你看 實戰的操作 你只要買對 你就不用怕他 股票不怕創新高 怕不會再創新高 266 286 296 口訊不看 296 3005 有看到 316塊 只是挑戰地心引力 你 出會跟你講 出完之後拜拜 收起來 賺最有把握這一段 老師啊 夠水準 老師啊 會費怎麼算 老師啊 公開表演 老師啊 有話可說 老師啊 得不估他必有零 口碑兩個字啊 到底應該怎麼行 從買進到賣出 主頭到貴 我賺錢給你看 錢到底應該怎麼賺 租延持盡 法持術 最是人間啊 他留不住 這就是機會啊 這就是多頭啊 會賺的錢啊 你就是多頭啦 不要賺錢啊 多頭你還是 你看你是不是在等幾套 你是不是還會怕 最悲觀的時候足底 我跟你講台北股 是最差時間點已經過了 懷疑中成長 你現在是不是在懷疑 因為名字叫散戶 最樂觀的時候做頭 現在散戶看到股票跟看到鬼 所以一點都不樂觀 你大膽買進就對了 你真的不會買 跟對人 很多美好的仗呢 打完之後 很多美好的仗 我們持續再打 32塊 上全 買完第二天亮 等37 水不水 錢就是這樣子賺啊 39 橫盤 創新高39.6 有沒有 拉回來 又是機會啊 看法不變啊 錢到底應該怎麼賺 跟緊跟緊跟緊 陳德 我跟你講過頭肩底都出來了 頭肩底都出來了 第三次操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75塊 80 79塊 81 84 有沒有 拉回橫盤 又開始整理了 今天又轉牆了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我玩三次了 你還是不來 一檔股票 可以玩三次 把把中 行情差 中美貿易大戰 錢到底應該怎麼賺 跟對人啊 又很輕鬆 所以我發現 最近來找我的人 參加的人 他只為了買一個 蛋而已 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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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鬼推磨 再問一遍 這檔股票 上禮拜的事情 2月25號 我說小心他會噴 出你上車就對了 何關 橫盤 我說他會噴 我說橫盤他會噴 他有沒有噴 老師他真的噴出去了 橫盤他會噴 今天52了 有沒有噴 叫他噴 他惡話不說噴 叫他噴 他惡話不說噴 有圖 有真相 有抗訊 為什麼你不在車上 會費的問題 會費的問題 老師啊大盤到底怎麼回事的問題 你怎麼那麼多問題 參加之後啊 你就沒問題了 就如同當初這一檔股票 這一檔股票 優群 我說你要把握機會 1月7號 剛才沒要來 剛才沒要來 講完之後 我跟你講悄悄話 你就敢買 這是為什麼要參加的原因 出外靠朋友 在家靠父母 在股市 你要靠投顧老師 你要什麼樣的投顧老師 買完之後 手續辦完之後 我跟你講悄悄話 我跟你講優群為什麼要買 後面業績會慢慢的上來 你就敢怎麼樣 買完之後你就很輕鬆 你就不用買 每天穿得漂亮 順餐看水 有三萬水 高票又創新高 老師要買嗎 買 人看漲 你如果沒有我帶 你不是這邊被洗掉 這邊被洗掉 這邊被洗掉 不然就是這邊被洗掉 今天創新高也不甘你的事 後面一路享受好山好水 好風景好盤 漲到翻天 你只能募贏不募送 你在我的節目 看了多少的股票 募贏不募送 這是一場好盤 真是江南好時捷 落花時捷 又風君了 你為什麼不在車上 打算蓋牌 來 看不出實力 慶豐富有蓋牌嗎 沒有蓋啊 19塊 你賺多少 20塊 沒要來沒要來 22塊 沒要來沒要來 22塊半 沒要來 22塊7 沒要來 26塊 沒要來沒要來 26塊3 沒要來沒要來 今天27塊放大 今天是27塊 漂亮嗎 我有看嗎 有這麼多錢嗎 沒有 為什麼會怕 為什麼會怕 不知道就是會怕 有參加你不怕 今天所有的來電 記得喔 可以把這本書帶回家 或是DVD帶回家 葵花寶典 技術分析戰法 學會技術分析 不用內線 你也會賺到大錢 重點是這兩檔股票 你要想盡辦法上車 因為你錯過太多 這檔搬家 按耐不住 這檔併購 他還在等你 看到沒有 我們持續加碼 等待噴出 這兩檔股票 你要想盡辦法上車 物質敵支不來 45 有標股以待支 我們明天見 一段水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